機房內藏有小電視 正在播放著三粒新聞頻道 另一邊還有三粒iNews 以及各大電視台影像 原來這裡是嫌犯租的機房 24小時道路訊號員 在非法販售有線電視直播 警方清查蝦皮賣場 發現中國製的晴天TV 主打每年費用950元 可以無限觀看有線電視 就連奧運也可以看 搭上全臺風奧運的熱潮 從中再撈一筆 目前至少有十七家電視公司 提出告訴 警方查扣機上 和訊號編碼器等證物 調查發現中國團隊 以月薪十萬雇用理性主嫌 他租下空屋當機房道路電視節目 串流到雲端 最後再傳回APP同步播映 短短兩年不法所得兩百五十萬 侵權市值超過十億 拒絕盜版從你我做起 畢竟每個節目和新聞 都是電視臺的心血結晶 道路集團以為能海撈一筆 最終還是遭警方瓦解 三天新聞到達成林郡 台北層報導